佛经的传入 因为佛经中间包含了大量印度的神话 故事 它的逻辑 推理 特别是佛教的典籍 是用完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 那么怎么样在我们的汉语中间 正确地表达这些来自于别的国家的文学 这个佛经的翻译 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考验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毫不夸张地这样讲 佛经的翻译 开创了中国翻译史的这个事业 在这之前 很可能有一些周围 中国周边的民族 向中国来进行外交活动进贡 也带来了一些表文 这些表文有的可能直接就是用汉文写成的 比方说我们看到 匈奴 残余和汉朝皇帝之间的通信 上天所生日月所至 匈奴大残余 敬问汉皇帝安 这个很可能是逃到匈奴的一些汉人 替匈奴人写出来的 不一定是匈奴那个语言 原来的表述 因为匈奴人并没有自己的文字 但是佛教不是这样 佛教的典籍非常丰富 最初到中国来的高僧 一般都不会写中国字 也可能在中国住了一段世界 可能会讲一些不流利的汉语 因此佛经最开始的翻译 一般都是这样 就是由某某高僧 一个外国的和尚 西域的或者印度的口售 口口相传 他把内容用嘴巴讲出来 旁边有中国的和尚僧人 用笔把它录下来 笔录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把口售的内容 重新整理一下 那么必须要符合 这个中国人表达的习惯 如果你不符合表达习惯 这个文字即使翻成了汉文 也很难懂 那么这是最初的阶段 这个久而久之 在中国居住的 这个印度外国的僧人 时间长了 有的人渐渐学会了汉文 那么另外呢 也有可能他们的后代在中国 学习了汉文 此外呢 还有中国的高僧到印度 海外留学学会了印度的语言 学会了梵文 学会了巴黎文 比方说 发现这样在印度留学将近十年的人 印度加斯里兰卡将近十年 在玄奘 那么这样呢 中国人翻译佛经 就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就是中国的僧人 佛教界的人 直接把印度的原点 从他自己的原点 翻成汉文 中间不借助于 这个任何他人 如果我们讲翻译的过程 翻译发展的过程 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间 当时翻译啊 几乎是一项全民的诗业 除了这个官方 这个魏晋南北朝时代 中国的官方 北朝南朝都有皇帝 皇族兴奉佛教的 他们组织翻译式 另外很多重要的诗业 他们也动用这个诗业里的 所拥有的人力物力 请外国的高僧 或者培养 而邀请云游的僧员 来组织 佛经的翻译工作 因此呢 我们可以说 在当时也有大量的 私人 或者以私院为中心的 这个翻译活动 那么 这样呢 就造成 同一个 同一部佛经 很可能 在先后 不同的时代 或者先后 比较相近的时代 甚至在同一个时代 被不同的寺院 不同的僧人 反复地翻 因为互相不同消息 消息没有今天这么灵变 拿我们今天来讲 马可波罗游记 还有好几个版本 不同的人翻的 红与黑 也有不同的人 在那里翻 那么不同的人 翻译佛经 同一部佛经 就让中国人 有了一个 比较的可能性 就两个不同的 翻译 有什么不同啊 两个寺院中间 这个寺院 是由这位高僧主持的 那个寺院 是由那位高僧主持 这两个寺院 翻出来的东西 有没有区别啊 那么总的来说 从翻译的 水平我们如果翻错了 我们就顾结不论 如果我们从翻译的 风格上来讲 那么就形成了 不同的风格 有一种 有一派 叫做文 文化的文 什么文呢 就是用印度的话 不管它原文 是怎么表达的 翻成中文 一定要符合 中国人的习惯 要表达给人 看出来 让中国人 读得觉得顺可 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 翻译的风格 或者是什么呢 质 质量的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忠实于原文 这个佛经的原点 这个话 是怎么说的 那么你就不能轻易的 改动 要按它的原话 翻译过来 这是两派 文和智 两派 在进行斗争 各有各的追随者 那么当然 这个佛经 翻译的最后的 这个结局 和一切翻译事业 是一样的 就是 我们今天有一句话 来概括 叫什么呢 有这么几个字 叫做信达雅 信 就是可信 没有背离 原文的 意思和意义 答 就是 这个词语流畅 让 这个听众 让受众 感觉到 能够 很顺畅地 表达了意思 信达 雅 就是文字 要雅训 那是 受过教育的人 写出来的东西 文字也优美 那么实际上 佛经的 翻译事业 最后 两块相争的结果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一直到今天 我们 在当代中国 如果你 正式的 比方说 比较重要的 外文出版社 你翻译了一部著作 那么这个著作 要经过 翻译者 和编辑 多次的往返 交流 编辑 他总体上 把握 因为他组织过很多 作品的翻译 他知道整个翻译界 总体要求是什么 而对于一个 译者来说 因为对这部著作 专门翻译的这部著作 了解 原作者的风格 那么他更多的 甚至有的译者 就是这行 逻辑学 伦理学 历史学 他就是这行的专家 他知道你 这个作者 英语 或者法语的原作 你所使用的一个概念 在我们汉语中间 最准确的 能够对应的是 哪一个概念 也要进行 目的就是达到 这样一个目的 因此呢 我觉得 就是我们今天 回过头来 评价佛教 传入中国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佛经的 佛教的传入 印度文化的引入 对我们中国人 正确地认识世界 正确地认识自己 可以说 开了一个很好的道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 接着再讲呢 就是中印佛教 这个文化交流的 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人缘的交流 佛教的传入呢 使我们中国人 打开了眼界 原来中国之外 还有这么一番天地 在我们的汉文化以外 这个在伊域 在印度 在西域 还有这么精彩的 其他民族创造的文化 特别是专研佛教 的过程中间 有越来越多的 中国的僧人 感到有很多疑难 不能得到解答 那么 在这个佛教的寺院中间 就逐渐开始了 这样一个运动 什么运动呢 就是到西天求法 去学真经 这个中国的僧人 佛教的僧人 到印度 到西天就求法 去取真经 去学习 从这个 北朝时候 就已经很 兴盛了 十六国北朝时候 发现就是这时候的 在发现之前 还有一个有名的和尚 叫宋云 他也留下了自己的 旅行记 那么僧人到海外学习 今天 我们就可以归纳为 可以归 归纳为 到海外 留学 也就是 到一个别的国家 别的民族 去寻求知识 去学习 在自己国家里 不能学到的 科学文化的知识 这种留学的行动 可以说 从佛教的僧人 到西天求法开始 所以 从魏晋 一直到唐 到宋 我们在 中国历代 所编的高僧传 中间 可以看到 这个 一倍一倍的僧人 这个沿着 前人的足迹 到西天去 到印度去 很多人可以说是 满载而归 带来了对佛教的认识 带来了对 这个佛典的理解 创造了中国的 佛教的流派 因此呢 我们到了今天 在我们中国文化界 我们的社会上 已经 基本上 不再把 或者没有想到 基本上不 不再去想 这个佛教文化的 印度背景 佛教呢 已经高度的 中国化了 这个 很多的 这个佛教的流派 比方说禅宗啊 这些有重要影响的流派 是中国独有的 印度反而没有 那么印度 在伊斯兰教传过来以后 随着印度自己的发展 印度人自己 已经不信佛教 现在印度 信的最广泛的是 是印度教 是一个跟佛教 并行的也从小 那么佛教呢 反而在印度以外的国家 特别是我们的 东亚和东南亚 东亚就是以中国为中心 中国朝鲜日 当然还有藏传佛教 密宗 从西藏传到蒙古 我们的东南亚 信奉的是 小乘宗教 小乘佛教 而印度本土反而没有 这就是 源出于印度本土的文化 在那边发芽 种子在那边种下 在那边发芽 在亚洲的大地上 很多地方开花 结果 我们中国就是 其中的之一 因此我们中国 可以说是 佛教文化的受益者 变成了我们自己 文化的一部分 关于佛教呢 我就讲这么多 佛教传入中国 到了隋唐时代 那么变成了一个 就进入了一个 中外文化交流 非常繁荣的时候 繁荣的程度 要远远地超过 这个从汉 到北京南北朝鲜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中外交流 中国和边疆交流 有两三个 这个主要的世界 是我们最值得关注的 第一 这是我们草原上的邻居 有物民族和定居民族 我们在前面讲的 它是处于一种既互相依存 又互相对抗的 定居民族需要 游牧民族的 马屁 需要民族的 这个 游牧民族的 肉产品 游牧民族需要 定居民族的 粮食 需要手工业品 那么在 年成不好的时候 或者 游牧民族 强盛的时候 或者定居民族 强盛的时候 这个时候 双方可能会有 武装的 这个冲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的邻居呢 就是内陆亚洲的 绿洲地区 在汉代 主要是 西域三十六国 西汉的时候 三十六国 到了东汉 本身的五十多个国家 那么这 西域的这些国家 在 这个 隋唐时代 从北朝到隋唐时代 他们的文化面貌 有了很大的变化 基本上的 文化的代表 就是苏特人 我们下面再介绍 第三个 比较重要的对手 那么就是在苏特中亚以西的阿拉伯语大使人 那么我分这样几个 这个 对象 来一一加以介绍 第一我们讲 首先讲苏特 Sogd Sogd 苏特人呢 在历史文献上早就出现了 苏 苏玉的苏 就是那个小米 那个粮食 西 像加一个米 特别的特 苏特 这个民族早就产生了 在 这个我们想讲的 公元前 六世纪 雄居于我们亚洲 中博和西州的 和 中亚和西亚的 那个波斯帝国时期 公元前三世纪 雅历山大 东征的世纪 这个民族就已经存在了 他们的中心在什么地方呢 中心在 阿姆河 和西尔河之间 的一些 绿洲城 这个民族呢 我们 中国 北朝的时候 习惯把他们称之为 昭武 九姓 昭就是王高军的昭 武装的武 我们中国的史书说 苏特人原来居住在中国 和西的昭武城 那么后来 西迁到了中亚 为了不忘本 他们就把自己 就称之为昭武 这只是一种 中国人所记载的 传说而已 我们没有任何 考古的发现和历史文献 能够证明 苏特人是起源于 中国和西地区的 那为什么会产生 这样一个 很奇特的 这样一个传说 说苏特人 起源于何西走廊呢 很可能 是 中国境内的人 对贵双王朝 他的祖先 大肉之人 起源于我们的 何西 这一种很模糊的 回忆 和认识 这个 苏特的文化的中心 阿姆河 西尔河之间 有两个最重要的城市 撒马尔汉 布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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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朝 叫安全的 叫安国 安全的 叫安国 在北朝时候 也叫安国 为什么呢 就是在布哈拉 这个绿洲上 当时有一个重要的 一个绿洲城市 叫阿兰比 所以我们把它叫安国 凡是从布哈拉 来到 我们中原的人 我们在给他的名字 前面 都加上一个安 比方说 安史直乱的 那个 那个为首的安路山 他就是布哈拉 首先就是布哈拉的 就是 这个每一个 苏特人 我们都习惯于 在他的名字前面 撒马尔汉呢 我们习惯上把它 叫做康国人 健康的康 撒马尔汉呢 康的就是康这个字 康的在苏特语中间 就是城市的意思 所以我们经常有 康僧会 康这个康那个 都是从撒马尔汉 这个 撒马尔汉以南 还有一个城市叫Kish 我们把它 中国古代 水塘 魏京时代 北朝时代 我们把它叫做史 史国 历史的史 史思民 就是这里来的 等等 还有姓和 和国 这都是把一个绿洲 视为一个国家 来自于这个绿洲的人 都叫这个绿洲的 以这个国民 放在最前面 以事区别 否则很难区分 那么这种 用法 我们今天当代 中国还有人 某某人 小山东 至于 还有一点 是 和经历 和经历 是